我现在带了一些高频水晶 我觉得我自己懂得飞 你买了一条水晶手链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又不懂用 都叫你不要见到漂亮就乱买 不要紧 拿上来给毕特sir 我感受一下能量 我会教你怎么用 有很多粉丝问毕特sir 为什么我带了水晶 会出现一些例如头晕晕 又或者是肚舌 麻麻啤啤 全身有点热力 其实是正常的反应 这个是水晶释放出来的磁场 是不是好事呢 是好事来的 通常我想跟大家讲 大部分都是高频的水晶 例如美国闪灵钻水晶 超漆 天蝶 这些是高频的 它才会有一个叫反射 令到你这个情出现 其实戴水晶是好玩的 它增加了我们头脑的角肢 平衡到你的左右脑 为什么那些人说戴了 我既于力做事有干净 甚至乎我原本是touch wood 就来感冒 一戴了就没事了 其实这个反应大家知道是正常的 比如这些高频的 比如美国闪灵钻 你用来打坐 如果有些不妥的 或者不精神有压力的 很快很快做完之后 那个人精神强劲 或者是有信心回来 为什么呢 那能量我们叫回归中心点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有点麻烦的 运气不太好 用一些高频水晶 无论是去冥想 带它在手上 好了 很快很快就会觉得 精神换然一阵 所有的能量都回归了 是的 有点麻烦